大家好,我叫水玉,是一名程序员 这几年我们这个群体很受关注 好像35岁的程序员面前就只有裁员这一条路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还有劝退 35岁确实是一道坎 上一次我的老板他也问我 水玉,你今年是不是34了 我说,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 明年我就36了 现在的职场真的是太卷了 我在想,我要是被他们给卷走了 我就去当保安器他们 看别人加完班,然后对他们说 小伙子你今天下班有点早啊 我才刚上班呢 我也要PUA一下他们 给他们制造一些焦虑 偶尔呢,我也拿个电脑 那之后坐在那个保安室 一定要坐在那个靠窗那个边上 让他们看到我写的代码 然后啊,肯定会有人走过来说 你这写的怎么全是bug 我说对啊,但是我不用改啊 那现在的那个互联网他裁员呢 都不叫裁员 说得非常好听 叫优化 毕业 那我觉得呢,也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既然公司这么用 那我们就要去学会适应 上次啊,我老板他说 水月啊,你把你之前写一个程序 给他优化一下 啊,我当时就把他删掉了 那天我就差点毕业了 然后我们公司晚上 那九点之后下班是非常普遍的 主要是因为啊 我们九点之后有那个打车报销 和夜宵补助 那其实我是一般不会被这种 迎头小利所诱惑的 我都如果八点五十九分 我把我的活干完 我八点五十九分准时就走 我很想成为一个公司的反卷斗士 老板第一次让我加班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我也不想 那老板说,就这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那我就相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 加班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那现在的零零后啊 才是真正的反卷斗士 之前有一个那个 零零后整顿职场上了热搜 那花式怼老板 比如说老板一个周三的方案 那周一他就想要了 那零零后就会问老板 你是活不过两天了是吗 看着那是真的是解气 不过我们这种老的打工人 都是当爽温来看 我们不敢 零零后被裁掉了 还有七零后会养他们 我们八零后被裁掉了 七零后又不养我们 而且就是他们裁的我们 我们呢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除了老板还有客户 有人说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老是重启电脑 因为其实重启 它就是能解决80%的问题 而且呢重启的时候 我们还能摸摸鱼泡杯咖啡 是吧 但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波程序员 不断优化那个开机速度 以前最少还能拖两分钟 现在的开机时间只要五秒 我是真的非常羡慕 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员 从前时光很慢 重启也很慢 一天只开一次机 然后很多现在的公司 都喜欢学那个 互联网大厂的这个管理方法 什么以前的KPI 到现在的OK 那么KPI呢 是那个绩效指标 OK是那个目标和关键成果法 不好好干业务 老是发明一些没用的词 心思都在这个上面 结果是公司没了 OK还在 这真的是YSY 有啥用 那回过头了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呢 很少有身体好的 那我每年的体检报告呢 基本上都是报表的 然后我那个医生呢 拿着我的体检报告 就跟我说 你这个体检指标啊 要是一个五十岁的人 那我觉得 反正他再撑个十年也就算了 我也就不跟他多说什么了 但是你不一样 你只有三十五岁啊 所以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我听得整个人头都麻了 我立刻打断医生说 医生你千万别乱讲 我今年三十四 明年三十六 然后呢 经常也有这个职场的新人 问过我 说 打工人 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工作和生活 那我觉得 对于大多数打工人来说呢 打工 是一定要打工的 这辈子可能都是要打工的 那工作呢 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并不是全部 所以没有必要 把自己燃烧到百分之一百 我觉得燃烧个百分之七十八十 就够了 但是工资肯定要按百分之一百发的 硬要发百分之一百二十呢 我也接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水域 非常好 鞋坐就好 坐得好好 舒服 因为大老好 谢谢水域 刚刚这段脱口秀呢 也很轻松地击败了 全国百分之九十八的脱口秀演员 很不幸 剩下的百分之二 全在我们公司 接下来上场的呢 就是刚刚也频频提及的 那个忽兰 本来是程序员 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脱口秀 从此就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员 但是多了一个 对脱口秀行业举足轻重的艳员 带着全行业理财 忽兰 以一己之力 让脱口秀演员们 在收入最高的时候 陷入个低谷 导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吧 在大环境因为疫情 也陷入低谷的时候呢 竟然已经有种适应了的感觉 让我们掌声有请换 李旦碎碎念 没事一会儿再给你推荐两只好股票 很开心很开心在这录节目 但实话实说 我其实更想去隔壁棚去录说唱 巅峰对决 怎么没我 那很谢谢啊 谢谢真的 感谢青岛的朋友们收留我们 我们之前的确也来的不多 对吧 还有青岛的朋友们说 这时候想起我们青岛来了 早干啥去了 不是 早不让出来啊 能出来我们不是第一时间 就来青岛了吗 对吧 真的太难了 真的我们得互相理解 都瘦了 太难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真人秀 三个月了 我们就秀出来了一起 我们都不应该叫怎么办脱舞秀专场 我们应该叫怎么办怎么办脱舞秀专场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职场嘛 你看了第一期就知道我们这个编辑部的设定也是一个职场 每期选两个主任 七个平民 七个平民 主任轮流坐 就整个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过家家似的 就是我现在管你叫会儿爹 等一下你再管我叫 对吧 都过过瘾 只有智盛当真了 来这儿过观瘾来了 只剩说 你得理解我 哥 我是山东的 山东锦宁的 锦宁 你们不喜欢 不光喜欢听谐音梗 还喜欢看短视频是吧 真的 而且我们不说这个节目 节目都是虚构 都是秀 对吧 我们公司的真领导是其实挺好的 就特别好学 总出去上课 什么没用学什么 取之糟粕 弃之精华 之前就学那个互联网公司 喜欢给那个会议室和员工起花名 命名的规则基本就是老板的喜好嘛 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室名称都是各种酒 已经很感激老板了 没拿酒名来命名我们 没管我们叫威士忌啥子 也很难听对吧 你说领导跟你说 那个路易十六 你带着皇家礼炮来 向我办公室 而且刚才我认识水域 刚才商场那个水域其实也是花名 他们公司其实用的武侠人物做花名 就出发点就是领导觉得说 大家都叫什么王总李总阶级感太强 所以说用武侠人物打破阶级 那命名规则是啥呢 当然就是王总李总先挑 他们把什么张三丰啊徐竹啊 这些厉害的全给挑走了 就剩下水域这样的名字 就是你虽然不认识 但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好像不值得认识 不是 你说张三和李四出去开会 还听不出来个阶级 你说现在张三丰和水域出去开会 真的很难不知道谁是领导 然后今年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从哪儿学的 我们一个喜剧公司开始搞OKR了 说这个是谷歌就用这个方法管理的 我说那是不是说明这套方法在中国就行不通啊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OKR是啥 其实就是类似于KPI 就KPI是指标 OKR是目标 很多人说那有啥区别 就你们有看过赵本山那个卖拐吗 看过对吧 你要把轮椅你要直接卖给范伟 它是很难接受的 你要跟他说你的目标是双脚离地 他琢磨琢磨自己就坐到轮椅上去了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本来说后来你争取今年每天写一个新段子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过段时间说今年你要争取拿冠军 我说这个好啊 公司说拿冠军你应该怎么做 我说每天写个新段子 其实我们公司不用学别人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效果文化 效果文化 我们公司文化就是想要通过 营造一种快乐舒适 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留住你 真的就你一旦适应了下午三点上班 你就很难再找别的工作了 以前我总跟他们说 我说危险 我说您别对我好点 我要不然以后再找个金融的工作 现在没法找了 你说我下午三点去金融公司上班 同事主义你是来收盘来了吧 大盘没你收不利索是吧 公司非常狡猾 公司非常厉害 就整个工作 熬夜 喝酒 交织在一起 就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啥 让我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以前我还推荐李淡 李财神 现在我说以咱们这个生活习惯 我说我还是推荐你买保险吧 打开微信服务 找懂保险的腾讯微宝帮你选 而且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公司好 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们公司的 还有一点就是公司还挺公平的 每年比赛你们也看到吧 每年比赛重新排名 总共我们说 劝我们说你们要拿冠军 冠军会有更大的舞台 大家纷纷表示不想再努力了 最后再祝福 马上毕业了嘛 最后祝福毕业的朋友们都找到工作 对吧 有工作的朋友们保住工作 都不容易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